这里呢地处北纬42度的黄金奶源带 刺激分明 土壤肥沃 也滋养了甘润多汁的牧草 也培育了我们月秀灰山 12万头的两种奶牛 特别是国内最大的珍稀 娟山奶牛的繁育基地 就位于我们这块 美丽富饶的辽和平原上 那我们就掌声 欢迎一下毕陈跟我们唱了一首 来来来 百分之百的自然 百分之百的心安 百分之一的眼眩 成长中真爱不变 哎呦太好了 下一站到我们的牛厂 尖山小镇去参观 这个是砖山牛 它来自于英国的泽西岛特别稀少 它在英国是被立法给保护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牛特别漂亮 漂亮漂亮 睫毛很长 你敢摸吗 这个牛舍呢我们有恒温的这个温度 我们天气热的时候呢 你像这个温度就会自动抱紧 然后我们就给它降温 冷呢我们也会给它加热 让这个牛很健康的很舒服的成长 也体现我们爱牛如子的表现之一 这些小牛肚啊现在大概在三个月左右 这个黄色的耳排代表每一个牛的出生日期 就跟我们医院这个小宝宝出生一样的 它会建立这个档案 我们可以喂喂这个小牛肚 这个都是什么组成的 这里面有豆瓣 玉米面 然后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这是木须草 木须草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这个让它蛋白质增加 木须草呢是针对这个蜜乳牛产量高的牛群 整个木须草还量高 你看我这是配的高产量的 这只是产好奶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环节 怎么样把好奶变成好的奶粉 这是需要我们下一步再去探秘工厂的 我们这个是全封闭式的 全自动化的 在鹰沛工厂里面生产 它是不允许有人员接触的 我们所有的设备 包括每一道工序 在中控室里面都可以监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高塔 那个大概有50多米高 我们把液奶输送到这个塔里以后 然后它喷成粉状 而且呢在中国呢 这个用砖砂奶做奶粉的 我们是首家 每一罐奶粉里面 我们都有三个码可以做扫描 扫描做追溯 知道每罐奶粉 是什么时间段生产的 哪一头牛产出来的 能追溯到我们源头 那么一罐优质的奶粉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粉质应该是细腻的 然后呢颜色是均匀一致的 它那表面会有一些微微的光泽 只有用于生鲜牛乳生产的奶粉 它才会有这样鲜亮的色泽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一起进入 灰山奶粉小课堂 今年国家是实行了新的国标注册 我们的三款奶粉 除了这个马瑞 还有一个星恩 还有启臣 是全部通过了新国标的注册 因为第一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来参观 我们灰山的牧场和工厂 然后我记得当初最早我唱那首歌的时候 里面有讲到因为珍稀所以珍贵 所以今天是更加深刻的加深了这个牛汁 作为土生土长的辽宁人 喝着这个灰山牛奶赏大 这次有幸能够从卷山牛的牛厂 一直到这个罐装 车间到成品这一系列的各种严谨的这种生产过程 作为运暖来讲 对食品的感觉和信任度又增加了一些 那么我也会把这个品牌的这种好处 去分享给更多人 让大家更多地去支持这个灰山 在生命早期 比如说一个妇女怀孕 然后子弹出生以后 一个小宝出生以后 她所未养 这个时候我们所给予的营养的因素 它所呈现的生长发育的状况 还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 奶类食物应该是一个 我们需要给予特别强调的 因为我们知道乳类是可以提供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优质的钙 所以如果没有乳类食物的话 那么这个膳食当中获取钙的量的量 就是不能够得到满足的 我们最新的品牌唤新的定位 就是至真至爱品质如山 灰山从1951年成立到现在也70多年了 我们一直坚守品质如山 月秀灰山还是要继续深耕 我们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这个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战略规划方向 那么在十四五期间呢 我们是继续坚持全力打造区域领先 全国突破耐源自由 品质更优的这个乳制品企业 也为月秀集团高质量卖向世界500强 特别是为咱们国家的这个乳业振兴发展 去贡献我们月秀灰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